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方面肯定蔡总统表现很好 另外一方面也肯定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 我想新的美台关系 新的世界局势会慢慢展开 当然要审慎乐观 因为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挑战 所以今后不可能维持现状 从蔡总统打到电话以后 我想她就不用再维持现状 因为世界都在变 我们要加紧变 求变求心求靠 所以台湾还有很好的事情 我们在台湾做 这种基金会的那个佛纳 你怎么团结的人 听说是她出神 是我们团结的好朋友 因为我们会怎么说 我们只剩八年的时候 当然认识了很多很多朋友 所以现在他们又回过来帮忙我们 所以这不必去分谁的朋友 他们心中觉得台湾是不可忽实的力量 这个最重要 我们要展现我们的战略价值 副总有没有意愿代表蔡总统 去美国参加川普的就职 我想蔡总统会令我考量 我自己是好几任的总统就职业都去过了 所以这个基本应该让人家联系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